大家好 前兩天川普下達了一個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的一些公司使用對國家安全有威脅的產品 主要是指通訊領域的高科技產品 他發布這個命令是依據一條法律 叫做美國國家經濟緊急狀態法 所以有些媒體就報導說 川普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了 實際上並不是說美國已經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了 只是美國的這個緊急狀態法授權總統 可以為了國家安全的原因直接干預經濟活動 川普現在是把習近平玩弄於鼓掌之上 過去他一邊說習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一邊就加大對中共的制裁力度打擊力度 現在他又是指責和尚罵禿女 他並沒有說直接說美國不能夠使用哪些國家 哪些企業的產品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這個命令就是針對中共的那些企業 尤其是像華為、中芯這些所謂的高科技企業 因為中共過去六七年非常囂張 到處搞經濟擴張、搞政治滲透 中國的這些科技企業就是他們在擴張和滲透時候 所使用的工具 所以說川普這個命令一出台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針對中共的 昨天這個美國的商務部也馬上跟進了 對華為和他的70家子公司進行出口管制 也就是說華為今後要想買美國公司的產品 都得經過美國政府的批准 華為現在這個規模是大的不得了 全世界到處都是他們的科技開發的基地 實際上科研的能力非常的差 所以說他們這些核心的硬件、軟件 大部分都要依賴於西方公司提供給他們 尤其是美國的公司 比如說給他們提供硬件的公司 就有高通、英特爾、還有西捷 提供軟件的公司有微軟、甲骨文 沒有這些公司 美國的這些大公司給他們提供核心的技術產品 華為根本做不出像樣的東西 更不用說5G了 所以說現在美國的商務部 等於是就在華為的脖子上套了一個角鎖 隨時都可以把他勒死 我相信這個角鎖居然已經套上了 那類似他也只是遲早的問題 川普政府的這兩個動作 透露出一個重大的信號 那就是他們要正式的開始跟中共打一場科技戰 我去年11月份在台灣官選的時候 遇到了台灣政治大學的李友譚教授 李教授就跟我講說貿易戰不算什麼 第二步科技戰才叫厲害,才叫要命 李教授是台灣某個陣營的重要的智囊 判斷力、預測力都相當的了不起 今年年初的時候他還說過 韓國瑜如果想選總統 那人氣一定會往下走 最後一定選不上 現在看起來還真的是這麼回事 現在這個貿易戰已經讓中共元氣大傷了 股市、匯市現在都已經受到重大打擊了 外資現在也在大量出逃 今年前四個月從大陸撤到台灣的資金 就差不多有100億美金 還有一些撤到美國的、撤到歐洲的、撤到日本、韓國的 還有一些大量的跑到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的 中共經濟已經打出血了 但是這種大出血還要不了中共的命 其他的小國家可能扛不住 中共經濟規模龐大 雖然身體虛弱 但是還是可以支撐 不會馬上就死 所以說川普現在又對中共進行了科技戰 要實施第二輪的打擊 貿易戰就是在中共的身體上面 砍幾刀讓他流血 科技戰那就更厲害 那就是要把中共的手腳砍斷 讓他沒有能力去搞擴張、去搞侵略 中共的所謂的這些高科技企業 對全世界的破壞能力是非常強的 給大家舉幾個例子 世界上還有很多小的專制國家 這些國家在科技上相當落後 但是他們監視和控制老百姓的能力 是已經提前進入高科技時代了 這就是因為中共的這些科技企業 比如像華為、中興、海康、威視 這些企業給他們提供了一些高科技的產品 讓這些專制政府他們有能力監視 監控人民、鎮壓人民 還有更離譜的例子 大概是在六七年以前 華為給非洲聯盟的一個總 在埃塞俄比亞的總部 安裝了一套通訊設備 這套通訊設備運行了好幾年 大家才發現一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 那個設備就自動的把非洲聯盟總部的這些信息 源源不斷的發到上海 這些非洲兄弟本來是挺高興的 以為自己買到了嘉年霧北的產品 哪裏知道他們實際上是引囊入室 兩年以前一些西方國家就開始陸陸續續的禁止政府機構使用華為的產品 現在美國不僅僅是禁止政府使用華為產品 而且對民營公司使用華為產品也做出限制了 不僅僅是限制美國公司使用華為的產品 而且還要限制華為使用美國公司的產品 這是什麼打法呢? 這不僅僅是要限制你的市場 還要限制你的生產能力 這就是往實力打的打法 所以說這是一場科技戰 是一場戰爭 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 習近平在2016年的時候 曾經發表過一個講話 他在那個講話當中就說 中國的經濟就像個虛種的大胖子 雖然很龐大但是並不強大 而且這個經濟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 有一個軟肋 這就是科技創新的能力不強 所以說受制於人 就拿現在這個信息時代最核心的科技產品 芯片來說 中共就非常落後 他們比不上美國、日本、歐洲 甚至也比不上台灣 如果美國、日本、歐洲、台灣聯合起來 都不向中共出口芯片了 中共的那些高科技企業 就生產不出東西來了 甚至是他們的這個軍艦、飛機 都可能都運行不了了 他們用來監控老百姓的 一些什麼大數據、雲計算 都要癱瘓 那麼中共的統治就完蛋了 所以我過去告訴過大家 川普發動貿易戰 不僅僅是要阻止中共繼續在美國討便宜 絕對不是這麼簡單的 他是想把中共往死裡整 為什麼川普一定要整死中共呢? 這個絕對不是因為他個人對中共有什麼個人好惡 而是世界格局發展的一個必然的結果 即使是換了其他的美國領導人 只要這個人不是中共的內線臥底 沒有把柄捏在中共手上 他一樣和川普都會做這些事情 現在全世界的經濟一體化 這是個大趨勢 誰都擋不住 世界經濟要發展 就一定需要把所有的這些國家都拉進來 一起來進行分工合作 尤其是那些生產複雜的科技產品 比如說手機、電腦、汽車、飛機 他的這個科技含量一定是要從那些科技發達的 這個發達國家要讓他們提供科技 還有一些這個勞動密集這個產品的 勞動密集的這個成分 那一定是要那些不發達國家 還有原材料要從世界各地來 這就需要參與分工合作的國家 都是非常遵守規矩的 都是對其他的國家沒有惡意的 都是願意跟大家合作的 如果其中有一個國家 他進來這個合作體系的目的就是要損人力擊 就是要滲透其他國家 就是要控制其他國家 甚至是打擊或者是消滅其他國家 那他實際上就成了這個國際體系內部的一個腫瘤 不把這個腫瘤給割掉 那癌細胞就會擴散 這個國際體系就會被害死 過去的幾十年 主導這個國際體系的這些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他們對中共 有一個很大的誤判 他們認為只要把中共納入了這個體系 讓中共在經濟上發展起來 他們就會融入這個體系 最後他們就會改變自己的本性 實際上這是非常大的一個錯誤 就像你把癌細胞放到一個正常人的身體裡面 然後就幻想著說它會變成正常的細胞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幾十年以後大家發現 這個癌細胞已經長得很大了 已經吞掉了 吃掉了很多正常的細胞 比如說中共他們不遵守世界貿易規則 傾銷廉價商品 佔領西方市場 還有破壞知識產權 盜竊西方的技術 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以後的這幾年 這個腫瘤可以說是野蠻生長 加速度的吃掉其他正常的細胞 它主導的所謂一帶一路 那就是在那些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 設置債務陷阱 然後呢控制這些國家 控制他們的經濟 控制他們的資源 他用這個華為這種企業 在全世界收集情報 把這個已經對全世界的這個安全 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威脅 所以中共這種政權 你不整垮它那是不行的 美國是這個世界秩序的主要的倡導者 也是最有力量的維護者 世界警察嘛 當他看見中共這麼大張旗鼓的 搞破壞的時候 大家說他能不能夠放任不管 當然一定會管 所以說現在美國的民主黨 共和黨兩黨 雖然在內政問題上爭吵不休 但是呢對中共的這個問題 他們是非常的一致 因為他們已經完全意識到了 中共對全世界的威脅 意識到了中共對美國的威脅 現在還有很多中國人啊 甚至包括民主派裡面的一些人 都在說啊 川普這個就是個商人 就是想讓美國在經濟上獲利 所以才打這個貿易戰 這種說法完全不正確 除非是你認為啊 川普政權裡面的人 美國這個民主黨 共和黨的人啊 美國的那些智庫 大家都是笨蛋 美國的這個政界啊 不少政客 確實是智商不不算太高 碰見了比較高明的騙子 比如說像鄧小平啊 江澤民胡錦濤啊 他們喜歡搞什麼韜光養晦啊 喜歡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 美國政客啊 可能有時候會受騙 但是中共的那些高明的騙子啊 現在死的死 退休的退休 現在中國掌權的 是個二愣子 他對國際局勢啊 可以說是兩眼一抹黑 對自己的實力啊 也是估計過高 所以說他忘記了 那個老騙子 曾經對他的這個尊尊教會 他現在不願意低調做人了 到處橫衝直創 那美國的這些政客再笨 你也能明白這個二愣子 現在啊 要幹什麼 他們已經認識到了啊 如果不把中共整垮 這個世界啊 不會安寧 所以說他們要打貿易戰 所以說他們要打科技戰 如果習近平 他完全喪失理智了啊 敢於武裝挑釁 那我相信呢 這些國家 美國也已經做好了 打軍事戰的準備 這個題目太大了 我們今天不講 大家不要誤解 我不是說啊 我們現在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就等著美國人幫我們消滅中共 這是不現實的 無論美國人呢 跟中共是打貿易戰呢 還是打科技戰 還是打軍事戰 那些戰呢 都只能讓中共虛弱 讓中共啊 失去力量 但是 最後啊 要徹底的消滅中共 那還要靠 顏色革命之戰 而顏色革命的主體 那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 川普啊 美國 還有其他的這些民主國家 幫我們呢 把中共給打敗了 打暈了 打殘了 但是呢 往中共的這個心窩子裡面 捅最後一刀 結束中共的性命 還得咱們中國人自己動手 因為中共卻起的是中國的政權 中共統治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國人 中國人來幹掉中共 那才叫名正言順 而且現在中共啊 在已經被弄得非常虛弱了啊 他們的維穩資源已經開始短缺了 他們的這個內部啊 已經是四分五裂 人心惶惶了 士氣非常低落 那現在呢 中國人 中國老百姓 中國的這個反對派 是有這個能力的 是有這個機會啊 發起顏色革命的 現在體制內體制外的 都已經出現了一大批反對 習近平政權的人 我跟很多國內的朋友啊 都有交流 現在大家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 那就是今年下半年 會出現破局的契機 因為現在失業的人數啊 實在是太多了 物價上漲的實在是太快了 這兩個因素啊 會直接刺激老百姓的上街抗議 大家都認為啊 今年下半年啊 會出現全國規模的這個抗議浪潮 到明年中共的統治啊 會徹底終結 從現在的國際局勢 國內局勢來分析啊 這是大概率事件 灰犀牛 我過去啊 所做的那些視頻裡面啊 一般都是從科學的角度 理性的角度來分析啊 和判斷形式的 然後提出一些建議 行動建議 今天呢 我還要給大家來從 宗教玄學的角度啊 來講一講這個問題 這個這方面本來是原鄉居士的專長啊 他是成體系的 能夠引經據典長篇大論啊 我呢就只講一些通俗易懂的東西 一些常識共識 現在國內的一些宗教組織 宗教派別啊 正在迅速發展壯大 原鄉居士和他們聯繫的 當然是最多的了啊 我也碰到了不少這方面的人士 他們是很相信啊 預言的啊 他們有的是相信啊 諸葛馬前客 有的相信五公斤啊 有的最多相信的是推背圖 非常有意思的是啊 有些宗教全學界的人士 他們根據這些經書啊 對未來的局勢的判斷 居然跟這些不信宗教的啊 跟這些啊 相信科學理性的人 他們的判斷完全是一樣的 他們根據這個推背圖 第41項就預言了 中共啊 中國有顏色革命啊 發生的時間呢 就是在2020年 推背圖啊 每一個集這個章節 它都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叫像就是一幅圖 第二個部分呢 是文字叫做蹭 一語成蹭的蹭 啊 就是預言的意思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誦 歌頌的誦 就是對預言呢 做進一步的說明 那推背圖第41節的這個像呢 這個圖像呢 就是畫著一個人 戴著帽子的人啊 腳踩著一個球 還兩手筆畫著這個武術的動作 大家可以到網上去搜一搜 仔細看一看這張圖 那這個人畫的還真是有一點像習近平 腳底下踩著這個球呢 這就表示啊 習近平他有爭霸世界 征服全球的這種野心 因為他是沒一個 他是這個 沒自知知名的人啊 所以說他的這個野心呢 可以打到無邊無際 征服宇宙他的感想 征服地球算個啥呢 所以這一節的這個蹭文呢 十六個字啊 天地會盲草木繁殖 陰陽反背上土夏日 天地會盲 就是說現在天色很陰暗啊 那這個現在到處都是霧霾 能見度很差 同時他也可以指政治上呢 這個暗無天日 草木繁殖呢 就是說現在農村地區 一片蕭條大家都不種田了 所以田裡面呢 長滿了野草 長滿了雜樹 陰陽反背上土夏日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革命要來了 太陽本來是在上面 土地本來是在下面啊 天屬陽地屬陰 天在上地在下 到革命的時候呢 一下子全部都翻轉過來了 地蓋過了天 太陽被土地給埋住了 政府本來是在上面 統治老百姓的啊 一革命就被老百姓壓在了下面 所以說叫做陰陽反背 上土夏日 這就是預言革命 第三部分呢 是宋四七二十八個字 貿而須戴血無頭 手弄乾坤何日休 九十九年成大錯 稱王子和在秦州 貿而須戴血無頭 就是說這個習近平現在呀 擔任了很多職務很多帽子啊 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還有十幾個中央小組的組長 高帽子一大堆 血無頭呢 就是說這個人呢 只有血氣之勇 沒有頭腦沒有理智 一味的盲幹 不僅僅是在內政方面呢 瞎折騰 而且在國際上啊 還想橫衝直撞 那接著這個宋就問 說胡搞他胡搞搞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呢 手弄乾坤何日休 下面就是答案了 說九十九年成大錯 稱王子和在秦州 中共建黨是哪一年呢 一九二一年 那一九二一年之後加上九十九年 那就是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呢 就是中共的大縣呢 稱王子和在秦州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中國的這個行政區化當中 有幾個地方都叫秦州的 但是都是一些明不見經傳的這個小地方 那很明顯的跟推背圖啊扯不上任何關係的 合理的解釋啊秦州就是指陝西 陝西過去啊是秦國的土地盤啊 共產黨過去啊在陝西是發展壯大的啊 習近平的老家呢也是在陝西 這就是說啊中共以及習近平本來呢 就只應當在陝西混一混就算了 不應當掌握全國的政權 一掌握全國政權那就是一場災難 那還有一種比較有趣的說法 就是說秦州就是指秦城監獄 將來中共倒了估計啊這個 他們的很多頭面人物都會在秦城監獄裡面聚會 習近平呢現在是他們最大頭目 到時候還是他們的大頭目 因為習近平快頭大啊身體也壯 他可以在那裡面來當牢頭欲霸啊 繼續稱王稱霸 中國歷史上啊很多革命啊 都是和這個趁雨預言相關聯的啊 比如說東漢末年黃金大起義 他們就散佈這個預言說趁雨啊 說是蒼天宜是黃金當利 黃天當利 元朝的末年呢 這個紅金軍起義之前 也有一個預言叫做 這個十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現在呢有很多人在探討推背圖和其他預言 這說明了人心思變 我們呢不管信不信這些預言 都要幫幫他們傳播這些預言 這個預言呢我們不相信可以 只要有人相信 有人相信他就是一股精神力量 他就是會轉化成為行動 就會成為革命的導火線 那有些朋友啊有一種迂腐的觀點 說這些預言呢 都是封建迷信和民主啊 是不相容的啊 是錯誤的 我給大家講啊 台灣的民主制度發展的不錯吧 我就發現了台灣的這個廟宇特別多 宗教勢力啊特別強 很多無神論的人這個看起來啊 台灣人好像是特別迷信 但是啊這並不妨礙台灣民主的發展 所以說無論是宗教還是迷信 只要他不發展成為原教旨主義 只要他容忍其他的宗教迷信存在 只要他容忍科學存在 那就是民主的一部分啊 所以只要我們把這個宗教迷信用好了 他就可以成為革命性的力量 可以成為創造民主的力量 好了這個話題呢 我就講到這裡 下面要跟大家講一講呢 下一次啊 要跟大家講一講 六一這個共振的這個計劃 一提起共振啊 中共頭都大了 我們在這邊講一講 他們在那邊呢 就忙得要死 給大家打個比方 現在中國啊 民怨沸騰 這就好像在中共的後院裡面 堆滿了這個火藥 如果有人不停的往這個後院裡面 扔火柴 你說中共能不緊張嗎 所以我們這個全民共振平台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的往中共的後院裡面呢 扔火柴 我們每人一根火柴 中共就要派一大批的看家護院啊 去攔截 忙得團團轉 當然了 不是每一根火柴都能引爆炸藥的 但是只要我們不停的扔 只要更多的人來和我們一起扔 那中共的那個看家護院呢 他總有失手攔不住的時候 他們只要有一次沒攔住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革命就爆發了 原理很簡單 行動呢也不複雜 但是我們需要更多的人手 和我們一起來幹 關於全民共振的這個信息啊 大家可以到我們的這個 Telegram 電報頻道去了解一下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電報群 和很多的陣友 幾千個陣友 大家一起共商大計 我會把相關的鏈接 發在這個視頻的簡介欄目裡面 好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贊同我意見的朋友 請點個贊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請訂閱 謝謝大家再見